水到工作 又黑又悶 今天就要帶你來體驗一下 污水處理廠的維修工作 現在要來當真的忍者龜了 十公尺的長梯 上頭還有些濕滑 初學者只能三點不動 一點洞 克服黑暗中未知高度 帶來的恐懼 其實第一個下來 除了感覺到高度之外 現場的那個味道 其實也不是很好聞 因為畢竟這裡是污水處理的東西 污水處理廠核心地帶 在沉澱池首度曝光 污水處理後清澈程度可比河水 但沉澱池內金屬刮爬與鏈條間的 塑膠連接器最容易故障 這邊看這顆也壞了吧 對對對 也壞了 它有一個扣環 我們必須把它拿掉 用十多年了 再加上 而且它會卡污泥 對 它會卡污泥的關係 所以並不好抓 污泥卡住設備有點老 只有換一個就要五分鐘 維修員在圍光中檢查 光是拆下 修理 組裝 整理一個沉澱池 得耗上一個禮拜 辛苦的點就是那個氣味 而且環境周遭的空氣都不是很好 那甚至有的皮膚會過敏的 它就是上來會癢 污水廠的忍者歸 每天上午四小時 下午四小時 待在沉澱池內 確保每日可處理 五十萬噸的污水廠能順利運轉 記得董佑俊 學學華張良好 台北報導